2月7号晚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混合团体比赛展开争夺 中国跳台滑雪男运动员宋奇武与运动员董斌彭清岳 以及北欧两项选手赵家文指步手轮 据了解来自四川滋阳的运动员宋奇武 2018年才通过跨界跨向接触跳台滑雪运动 而就是这位来自南方的00后运动员 此前以114.5米的成绩打破了中国男子大跳台的记录 并于2021年8月跳出中国男子跳台滑雪国际A级比赛最好成绩 在宋奇武滋养老家客厅墙上挂满了他三年来收获的各类跳台滑雪奖牌 宋奇武的父亲向记者展示每一枚奖牌时 满脸笑容地说着宋奇武参与相应赛事时分享的趣事 宋奇武的妈妈董事英说 宋奇武经常和自己分享他在跳台上取得的点滴成绩 但对伤痛却艰口不严 宋奇武经常一辈一辈一辈子跳下来 结果第二天比头跳他就拽了 就把这个坑里就拽破了 都随后了他们哥哥在说的他们弟弟拽了 但是 还是很担心 拽了我都说也不得心 妈妈就那么危险 我就是妈妈就回来了 她不 她要坚持 现在她选择这条路了 我们就支持她 宋奇武 宋奇 宋奇武 加油 当晚的比赛 宋奇武的家人和当地青少年运动员一起观看 当宋奇武从跳台起跳时 父母眼中难掩激动和紧张 宋奇武的哥哥宋寒轩带着侄女给叔叔加油打气 宋寒轩说 弟弟从一个田津运动员成长为冬奥会运动员 背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今天晚上失跳的时候 在降落区的时候摔倒了 当时心里面就扎了一下那种 就非常的担心 然后突然解说员又说了一句 幸好没什么大事 心里面一下就感觉又踏实了 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 觉得她很光鲜的 给家人带来了荣誉 其实我能够看到的更多的就是 她背后所付出的 她的梦想就是要站上冬奥的舞台 从现在来看她其实已经实现了 她这样一个初步的梦想 宋奇武与冰雪运动结缘始于2018年 当年中国冰雪项目在全国范围的跨界选财 四川跳台滑雪队教练谢勇 一眼就看中了宋奇武 谢勇告诉记者 宋奇武的身高体重 属于跳台滑雪的黄金身材 下肢瞬间爆发力很强 很适合跳台滑雪项目 本届冬奥会与宋奇武同台竞技的选手 大部分都有八年以上的跳台滑雪训练基础 而宋奇武接触跳台滑雪仅有三年 谢勇希望宋奇武能珍惜冬奥会的比赛机会 在与世界一流选手同台竞技的过程中 加强学习和锻炼 这个主要是还是在心理层面 宋奇武呢就是 一开始进入这个专项训练以来 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这种勇敢动 所以他敢跳 这是他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也经过一些挫折 就是提供是初期训练的时候 那是摔的比较多 但是没有动用他的信心 所以他很快在进入专项训练 两年以后呢 就获得了全国冠军 也为他这个备战北京奥运会 打下了这个坚实的这个思想基础 所以在后期的混合当中 虽然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